为了回馈地方并且鼓励民众参与公益事务 台中市建设公司拟定在普里办理捐血就可以乘坐热气球的活动 由于活动的办理需要仰赖地方公所来协调 日前也在普里正公所邀请镇长捐血中心等相关单位 讨论活动办理的可行性 建设公司副总经理表示 因为普里地区的民众少有机会体验热气球 加上近期台湾血荒 因此公司发想邀请热气球来到普里 结合间血公益活动以及办理农副市集等等 若是协调顺利完成也预计在10月份来办理 第一次有热气球升空的活动 也要配合我们的工作来提振我们大部的观光产业 所以说现在我们全国也在闹雪荒 我们希望借由这一次来做公益 把这个民众带给我们保里 信息大家可以来晚休来捐血 顺便我们把这个收入也全数 把它捐给我们普里当地的弱势来做回馈 捐血中心这一次呢 如果说能够来配合我们的活动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把我们这个捐血量 一次把它冲上来 协议员淑玉成表示 建设公司有意愿回馈普里乡亲 规划办理公益热气球体验是非常好的事情 而整体的规划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 身为民意代表也会努力的来促成热气球体验的办理 让普里正的乡亲有机会来体验 今天很高兴来参加我们的热厂商 提供这个热气球的活动 我相信这个活动非常之好 但是要有很多的搜索要去聚会 包括航空的准不准 还有我们捐血车有够不够 我相信我做民意代表 我一定会认真努力来促成这种工作 副医长潘一泉肯定建设公司 有意愿结合热气球与公益活动 让普里人有机会体验乘坐热气球的用心 也希望透过公所以及各单位的协调 热气球体验能够有机会来到普里办理 使乡亲有机会乘坐热气球 鸟看普里的美景 记者陈伟一 普里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